高圆圆台湾搭车被误会驾台商?司机安慰,很辛苦吧? 据台湾媒体报道,艺人赵又婷和高圆圆结婚将近四年,感情甜蜜像热恋情侣,常被大众目击恩爱互动。 他和爱妻都是高人气明星,幸福婚姻闪翻两岸娱乐版面,近日难得在节目中爆料,老婆来台湾时搭计乘车,居然被司机误会驾台商。 据赵又婷透露,高圆圆来台湾探望老公,搭计乘车时因为说话口音,被计乘车司机好奇连问你是大陆来的吧,你来干嘛呀? 他回答我老公住这儿,接着对方说,我嫁给一个台商,很辛苦吧? 各种误会无法一一解释,其他节目嘉宾更是因此笑诈。 高圆圆的甜美外形被粉丝施为女神,代表作倚天屠龙记更走红两岸,婚后为了家庭淡出娱乐圈,并说,总要有一个人相对来说故意下家里。 正因为她曝光率大减,日前现身大陆某商场出席代言活动,吸引近千人解报为官,女神魅力依旧惊人。 ,对于女神,代表面的人身有董资品无法